一个电影痴梦 一部野草闲花 他成为观众跳选的电影皇帝 人物栏目 电影旧梦系列之 金燕 1932年的5月1日 上海的人们发现街头出现了一种新的报纸 电声日报 在这份大八开报纸的头版 有一条醒目的消息 要读者投票选举 中国十大电影明星 外国十大电影明星 和外国十家影片 明星推出的是蝴蝶 莲花公司推出的软淋浴 天衣推出是橙淋梅 大家都全成自己的候选人了 1933年秋 由电声日报组织评选的 中国十大电影明星产生了 蝴蝶 蝴蝶 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二票 阮灵玉 一万三千四百九十票 金燕 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七票 陈燕燕 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七票 王仁美 一万二千五十票 高湛飞 一万一千九百四十六票 黎卓卓 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票 陈玉梅 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七票 郑军李 一万零九百六十三票 黎莉莉 九千九百六十票 在这次评选出的十大影星中 金燕在男演员中得票最多 所以被观众推选为电影皇帝 这年金燕二十二岁 其实在这十大影星中 金燕只是登上一幕不久的新人 他一九二九年 第一次在影片风流剑客中出演主角 后来拍摄了野草闲花 恋爱与异物 当时也有一些人感到奇怪 金燕靠什么征服了观众 金燕走红的就是野草闲花 他一泡走红 因为野草闲花他有好多的 得到了很多影迷的爱戴 所以后来选影帝都选了金燕 过去小生都输的光头 油头光霓 这些人 有点带着支撑气 金燕一出来就给人家一个完全崭新的感觉 那是一个就白马王子的感觉 他很漂亮 那个那个那个很英俊 潇洒 而且很有朝夕婆婆 那个感觉 所以那时候他就这样的一个演员一出来 就能够把观众 他这个魅力就把观众抓住 这段时间金燕扮演的大多是反叛传统礼教 追求爱情和自由的少爷角色 正是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金燕的形象就是带起时代的 进步的又向上的一个情形象 他拍的影片都是开头几部影片 我讲的就演着傅家自己 他也就反对这个老的家庭的宿布 爱上这个农村妇女啊 那麦花女啊 带起人道处于东西 可是最后这些都是比较悲劣的下场 他真是又塑造了人物 又完全不坐着 就感觉到又有这个演员的魅力 又有人物的魅力 这一点来说 还是确实还是不错的 也许是因为金燕特有的韩国血统 使他在荧幕上的轮廓更清晰 加上他在影片中真实硬朗的表演 开创了电影小生形象的一个新时代 这些什么不同的东西 做好了 给大家收拾 才能帮你们 还有 他们 说 做事 说 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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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咸花的成功 使莲华公司看到了金燕的潜力 编剧朱石林 接着又为金燕定做了一个剧本 恋爱与义务 在恋爱与义务的片场 导演不完全发现 金燕在表现穷大学生李祖裔的时候 比他在野草咸花中的表演更自然 很奇怪金燕是从什么地方 得来的灵感 金燕告诉他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 那不过是我所经历过的事实罢了 都是我过去生活的重演 1927年初 金燕离开了家人 兜里插着仅有的一元钱从天津来到上海 那时他还不到十七岁 一个人 单身一个人 生无分文 到了上海 今年当时我会写小说的 写了些文章 两一话报 他说我也不能用 其实小说写的不准备好 他说 有一个叫明星公司 就是黎明卫办的明星公司 从香港搬过来 可能需要人 打打杂吧 因为 今天喜欢看电影 看过电影 那就进了明星公司 去当菜 他说 他自己讲 他说 我是去当菜的 做剧物啊 什么都做 大概一年 一年多的时期 他在那个 电影院里头 看门 做这个事 晚上就在一条长板凳上睡 睡了一年 就过这种生活 为什么他愿意 过这个生活呢 他在电影院里 看门呢 他电影可以看得很多 所以他就立志 他看了很多电影以后 他自己说 我要去演 做演员 我肯定比他演得好 在明星公司 一年多的时间里 金燕除了做剧物之外 还在木兰丛军 和铁血男儿 两部影片中 客串了两个小配角 尽管这样 金燕还是非常满足 毕竟 他跨进了电影的门槛 就在他的电影梦 刚刚做起来的时候 明星公司破产了 他立刻就没有了 生活来源 这时金燕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 我就职的明星影片公司 就宣告破产 原本我还有一块钱一天的报酬 这样一来 我无疑就成了流浪汉 一天 表演万来天 见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就让我去找一个人 说这个人定能帮我 于是按照万来天给我的地址 来到了金神富路的 一座二层楼前 还没上楼 就见一个人从楼上跑了下来 握紧了我的手 真是我心头一热 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就像回到了哥哥家 这个下楼迎接金燕的人 后来不仅成为金燕学艺的启蒙老师 也是改变金燕人生命运的人 他就是当时上海演艺圈中 被人们称为田老大的陈渝 笔名田汉 后来他到田汉的南国社 在排院化卷 他演沙罗美 那卡门 就说 他也没经过什么修炼 他就喜欢 在田汉的制造下 他就能演这么好 演得很不错 1931年 金燕的片约很快拄了起来 这一年 他完成了恋爱与义务 易剪梅 桃花气血剂 和银汉双星 四部作品 其中有三部是补万仓导演的 从金燕和补万仓合作开始 他们就成为了朋友 在设计桃花气血剂的人物时 补万仓把金燕的原名 只做了一个字的改动 用在了片中少爷的身上 这个少爷的名字叫做金德恩 金燕的原名叫金德林 1910年 出生在韩国的首都首尔 当时首尔被日本人占领着 他父亲是朝鲜独立党的领导人之一 那么就是他是朝韩国的第一个西医之一的 也是在韩国的那个外国人的那个医院 后来当院长当西医 家庭条件很好 结果就是因为搞独立运动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朝鲜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搞独立运动 就是这些事情都牺牲淘淘中国人 1911年12月31日凌晨 金德林的父亲金碧纯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 带领全家流亡到了中国的齐齐哈尔 当时金德林还不满两岁 六年以后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再次改变了金德林的命运 那是在1918年的一天 他父亲被日本的一个特务 牛奶里放了毒 毒死了 两个多年就死掉 喝了牛奶以后 就这样子死的 父亲是对金德林影响最大的人 父亲的被害成为金德林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立志就是要反抗 要成人 要成一个有志气的人 父亲被害后 金德林就被送到上海的姑姑家 1925年 因为家中经济困难 金德林又随姑姑全家搬到了天津 继续在天津的南开中学上学 有一天 在南开中学的图书馆里 金德林看到了一本书 书名叫《纳汉》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是吃人 看过以后 金德林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像鲁迅那样的人 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金迅 金迅好像他觉得叫不响的这个名字 他而是感觉到不太合适 金德林继续寻找更为响亮的名字 所以他就觉得改成一个一把火在燃烧着他了 就好像自己整天在燃烧着一样的 我干脆叫金燕吧 这个火之旁啊 金燕嘛 就是火焰了 他就改成这个名字 1932年1月28日 日本军队进攻上海 在这次轰炸中 田汉的住所也被炸毁 金燕就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宿舍 没想到田汉在金燕那里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这些来信中 有一位女影迷的信引起了田汉的兴趣 这个影迷模仿18世纪的欧洲小说 用缠绵的词句抒发对金燕的爱慕之情 受这些情书的启发 田汉写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剧本 剧中的三个女性 一个代表浪漫 一个代表现实 一个代表进步 分别由黎卓卓 黎莉莉和阮玲玉扮演 这就是著名影片 三个摩登女性 金燕在其中扮演一位电影明星 由于这部影片已经失传 1992年香港导演关锦鹏 在拍摄影片阮玲玉时 再现了当年拍摄的场景 一位电影明星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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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以 1934年是金燕人生和事业的辉煌时期 在这一年的1月1日零点 金燕和电影《也玫瑰》中的搭档王仁美结了婚 也在这一年 电影周刊又发起了中国电影明星选举活动 金燕获得观众最喜爱的男明星 最漂亮的男明星 观众最愿和他做朋友的男明星三个称号 金燕的言行成为青年人模仿的对象 我们都是学生 金燕这个学生 他也穿西装 也穿什么的 可他穿西装跟人家一般的羊 他穿不一样的 他就很神奇 但金燕本人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并不感兴趣 叫他影帝他就不高兴 比如说皇帝来了 他就皱眉头 他是这样子的 他不喜欢他 您别叫我影帝 您就叫我名字 所以有人叫他老金 那个叫二十几岁了 都叫他老金 老金就这么一直叫他老了 他自己根本就无所谓 他就觉得我要能够有成就 只要我在工作上 在艺术上能够有成就 我又不是来追求什么 要当电影皇帝 不当电影皇帝的 不是这样 我的第二部作品 是恋爱与义务 初映之后 一部分观众说 比在野草闲花中的技巧进步了 随便的就将电影皇帝 主席的荣管 夹在了我的头上 可这一部分观众 和野草闲花的观众一样 仍然是太太小姐之类 朋友 我不承认一个演员 只是被太太小姐 消遣的东西 很长时间 金燕一直处于痛苦之中 1934年 导演孙瑜创作了一个 描写抗战的剧本 《大陆》 金燕突然觉得 这部电影 正是他长期以来 渴望演出的题材 很快 他加入了影片的创作工作 这年七月 《大陆》正式开拍 在整个影片拍摄过程中 金燕一直处在 创作的亢奋状态 长期压抑的心情 也暂时得到缓解 这《大陆歌》的车厢也是他这个领悟形象的一大转变 他过去就演《富家之家知识》 他还在演《大陆歌》 我对《大陆歌》这部影片出来 是中国的功能形象 这种功能 《大陆歌》的《大陆歌》 《大陆歌》的《大陆歌》 《影旧梦》系列之王仁美 1938年 这是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第二年 这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停业了 有一天金燕很晚才回家 我看他神色不对 原来有一个日本少佐请金燕去吃饭 这个人态度骄横傲慢 故意用朝鲜话和金燕说话 说金燕是朝鲜人 应该带头为大日本帝国拍片 他后来就是沾钉截铁的时候 他说你现在就是把机关枪架在我跟前 我也不拍 就决裂了 决裂以后当然他受到了监视 他都住的地方 经常有人在窗户外面来巡视 他觉得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跟王仁美两个人 连夜的想办法 把房子啊 东西啊 所有东西都丢光 我们的朋友吴永刚 帮我们想了一个移花接木的计策 他先让我在明月歌舞团的姐妹胡佳 用自己的名义买了两张船票 临走那天 我和金燕跟一大帮朋友 一起假装去送客 等到船快开的时候 我们和胡佳夫妇迅速交换了位置 我和金燕就搭乘荷兰游船 离开了上海 去了香港 就这样 金燕和王仁美 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 金燕想过改行当建筑师 也跟人合伙做过生意 但是都没有成功 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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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és